嗯,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莉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比赛 依然是冒之前就给大家挖好的坑,一直就没填 嗯,主要是一直找素材,没有找到 然后,后来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场素材 是一场Maybee的SF 然后,终于找到SF的英雄 SF的英雄虽然 在新版本中,由于肉和冲脸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英雄其实玩起来上分是蛮难的 并不是在推荐大家玩这个英雄上分 因为这个英雄最近,说老实话,真的有点蠢 被肉和冲脸脸都冲歪了 所以说,不是特别强的英雄 但是确实跟图乎一样 不强,但是粉丝众多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做一场视频 看看怎么在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英雄不是版本天命的英雄情况下 看看他们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发挥 然后这边,操保者是Maybee 老捏中单 然后最近老捏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了 中单,打链金 SF还是比较好打链金的 然后底下是我一个零食物地址 李子吃我.top.com 今天这本周也有一个新鲜不错的活动 因为本周是红本剁手年代 然后所以说,只要在本周下单的观众 就是周一到周日 然后上周日到这周日下单的观众即可参加一次抽奖 抽奖的奖品 就是李子提供了三个奖品,你选一个 然后这如果中奖者是你选一个就行 一个是风行的剑语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屠夫的龙钩 是一个完美龙钩 剑语是白板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给你冲一个500级小红本 如果你中奖了 你选择500级小红本 你告诉我算一下大家需要多少钱 我到时候一块给你发红包打回去就行 好了 这边我们活道就说到这里 然后最近也有很多新鲜好吃零食 尤其是蒸蛋糕 最近桃豆新出的蒸蛋糕 还有那个大理包 卖的都是非常非常好 大家也都可以来试试 还是蛮好吃的 李子直播也在吃这些东西 做视频 然后所以说 看李子直播和视频 然后吃李子零食 谢谢大家又有既往支持 好了 这边由于有活动 所以对零食物介绍稍微多一点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比赛中单SF SF打链金 说实话是一个比较好打的对线 因为SF无论是推兵线 还是就是推兵线能力 还是捕刀能力 因为有魂的支持 所以说都是比较好压制住链金的 这边你看链金的 酸物是不打算罐子 这边SF由于他翻步比较多 到达三级 直接把链金压出经验区 很很顺 SF相信这版本 大家很多人爱玩的原因 就是他主要是更新了一个A仗效果 大家很多人觉得 A仗SF看起来美如画 其实SF的本质打法 基本上还是没有变 这版本大影刀蛮适合SF 因为大影刀增加一定属性了 它是一个极限球了 还是挺适合SF的 这边SF有了瓶子 然后打链金也可以打的稍微凶一点 直接推线控制 或者过冰线压都可以 然后这边白牛已经开始撞它了 这里SF要死 被游了 哎呦好伤 对面你看SF这个英雄缺点已经完美的暴露出来 就这英雄确实太吃队友 就需要队友很好的节奏 他这一旁比赛很难打出这么好的节奏 而且容易被游 这英雄局限性相当大 所以说在本版本中并不是特别好上分的英雄 这版本推荐大家一些上分英雄 然后这版本C位英雄基本上就是小鱼人 剑胜炼金术使这种英雄比较好上分 还有小狗 这些都还可以 当然有会玩的卡尔也行 这些英雄是比较好上分的 然而也是天梯看过一个统计胜率比较高的英雄 所以说你要想上分尽量不要跟版本作对 还是拿一些更认为比较强势的英雄会好打一点 这边连续两炮压练金 没必的影魔看 影压释放也是蛮到位的 感觉转身影压做的也比较好 这边退兵线 然后直接塔下正弯部全收 然后虽然被游了一次 但是补刀由于24-14 练金只有练金只有8-0 所以发育方面SF肯定还是要好了很多的 这边直接送过来鞋子 应该是想去抢服了 SF这边胆子很大 其实在这个抢服是有一定风险的 看能不能控到赏金神服恢复 恢复的效果也还可以 那赏金也把下路打练金一定要切记 练金这个英雄特别怕你抢服 如果赏金神服能队友酱油帮你抢服抢到比较多的情况下 其实是能压制住的 你看练金这英雄现在硬霸的地方就在这里 古刀被SF压了如此之多 但是他的经济根本就没有特别落下了 这真的是一件蛮难能可贵的 最近也是巅峰联赛在如火如火进行当中 然后IGVGR牛B跟Mins 中国应该是目前来说比较强的40队伍 然后打了一个比赛 李子到时候这里几天也会给大家直播 今天晚上明天晚上都会给大家直播 看打练金打得非常比较凶 白牛撞了 但是零几毛四小路又来了 哎呦 感觉SF要二度阵亡了 这一下 这边在跑 哎呦 吃恢复 但是恢复被毒救效果打断了 减个素 有瓶子 有一口瓶子 可以吃一口瓶子 很关键 这边能不能反杀 赏金就位 哎 这反杀确实比较难 这个大怪一开始压掉 我80块钱很舒服 赏金过来 再来恶心小路一下 SF这应用就是前击太容易被针对 被怼上了马 各种各都压制他 SF两炮清兵应该打算回家了 这波服 应该再去打一波野 把线什么野全收了 基本就该回家了 出装方面 SF我刚认为这版本大银刀可以作为第一大件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谁用谁知道 然后也是不错的 老年最近的状态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感觉 呃 一直处在一个上升区 上升期 然后那阵跟牛逼打两场也是一比一 所以说 最近也是给妹币加下留 然后这边妹币的ID怎么这么久 要网练加Q 应该那次问了一下 貌似是妹币的小号 水面还是比较高的 老年现在也是天地分 平均分最高的 昨天看OG打哪位那场比赛 本来说想看看 老司机跟大M直接碰撞 结果老司机目前真的是 看在大M面前选的猎先有些老态 呃 确实是不如大M表现那么开锐 不过喜欢登地还是一种情怀 我们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是对登地 相当有爱好的 毕竟 像李子这么大岁数的人 就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人吧 就是这一代人 看的更多 其实对刀的更多的真的是一个信仰 一般生活有老婆 可能有的都有孩子了 所以说天没有那么多时间玩 这边反杀 哎呦 亮 两炮直接反杀小鹿 这边呢 你没学摇 但是白星空应该马上就要有第二冲了 感觉应该还是难逃一死 还是死了 应该是 不过东西已经买齐了 没掉钱 反杀一个小鹿 被三人游 东西杀的小鹿 相当不错 被追游相当表现出来相当冷静 所以说我们那一批人过来 现在打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 真的是 慢慢对刀的 真的是一种爱了 虽然李子可以说 已经百分百确定 现在有直播任务 而且 就是有直播的 很多直播的事情 还有加上做视频 基本上很难玩的 基本上不太会打游戏 就是打游戏打的相当少了 但是李子还是买了一个 一百 就是买了一个五十几的本 花了162块钱 信仰吧 信仰无价是吧 这边我们来接来看 在SF前期被游走的相当多 他这次也要选择第一大店 直接要走吹风 让自己 就有吹风以后 躲避杠杆能力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吹风 毕竟提供一些回来 在这版本中 SF的引压 浩兰 就上个版本就是 引压浩兰增加 然后 他现在需要吹风的一点回来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击 天灰建筑 全面加工 队友这边SF选择游走一波 看看宙斯能撑多长时间 宙斯有可摩棒 但是还是应该死了 但队友已经放过来了 看这边怎么打 少奇头肩大路 双倍的影光 很厉害的 这边能动到吗 动不到就应该杀不了了 只能把一个野怪收掉 然后再翻步 再补完这两个刀 其实可以买了风铃之文 这边双倍SF配联 海链金一巴掌好疼 老司机 下一期给大家更新的 应该是大妈的一个泡沫 然后再下一期就是一个 巨猴哥系列 然后斯温的 相信斯温这个英雄也是 选了这版本 刀的buff刀的max 双第一的妖精 然后维加的妖精 让我们来看这一条 就是他死的到底能打怎么样 这边也是选择SF自己买了个物 前进补刀 前进补刀还蛮顺的 这边少人杀进尸 两刀A死 漂亮 练进的b招 但是还是拿到了 有点可惜 如果这波练进b招 没拿到的情况 就不错 这边转身一压 效果还是 蛮流畅的 这边小鹿来了 但是想杀也有困难的 桑鹿把两个人都逼退了 SF应该是打算清一包兵了 因为他毕竟满蓝半血 应该是直接用SC二连清明 清完兵接着去控服 然后你看 这SF就可以优势 可以写出来 推荐能力比较快 但这英雄确实是 在这版本肉和充脸盛行的情况下 SF这版本真的是有点难 哎呦 这里班纽一个状 下落无盲似要双杀 不过没币感觉过来能收割 一炮 A一巴掌 再A一巴掌 哎呦 但是天 PN miss人品非常非常好 直接 哎 这个事物不应该 哎呦 吻杀的 就自己反而会死在这里 哎呀 这一巴掌 咱们好亏 他应该压C跑的压了个X跑 那这是这个事物有点丑 上一期做登地的屠夫 好多人说 哎打的没有想象那么好 其实讲道理屠夫这种英雄 你看他第一视角 经常会有空的 还是主要学习一个意识 而且大神也并不是百分百 全都是完美对的 有时候也有 也会有一些事物 不如明必的SF 在中国的SF里面 算玩的比较顶尖的 而且老年Ti5的时候 经常拿飞机SF提借 所以说他的SF玩的 基本上是属于 一点问题没有的 但是他也会有失误 刚才那个杀PA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误 SF一波单开悟 这边在配合优劳过来 赏金其实是有希望杀 杀小鹿 哎呦 小鹿好碎 被赏金一标 直接标死 SF前期基本还是以刷线 战线为主 因为这英雄 前期除非配合控制 能杀到人 要不一般情况下 很难杀到人呢 这边来你直接想到要 但是赏金体验 开了视野 赏金名字也蛮好用的 蛮好玩的 怕不两分钟 能送两小时 哎 这边有B张的 MAYB不要浪的 哎 这感觉MAYB又捐了 哎呀 树蛮大的MAYB 前期被打崩了 白牛和小鹿 保护练金 保护的非常周到 直接把MAYB怼的 不要不要的 前期太自信了 而且他觉得两包 能压此联金 但练金有大有B张 肯定是 压不肯定是干不掉 有点上头了 看到大牛突然想起来 大牛这个英雄 在这版本中 挺强的 感觉中国战队 也得重视 欧洲挺重视的英雄 经常会来打一些 三号位 四号位的选择 但是国内 都是不是很爱用 我感觉欧美的理解 现在跟中国理解 都差不多 唯一是欧美 欧美对于大牛 亲有独钟 而 亚洲这边 对于赏金 是特别亲有独钟的 春季特技在 马尼拉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也可以看到底 谁的理解 更加先进一下 大牛直接也能踩 但白牛冲 白牛这个位置可以杀的 我感觉 这边躲 树莲莲 大牛一个踩 大招 这边杀白牛 一炮 再来一炮 宗斯一个大招 直接收掉 冰魂一个大 这波还可以打 SF这个血量 还可以 而这边 这场比赛 他们又拿到 炼金最大可行 冰魂 没必接着刷魂 先把自己吹风 打出来 不能再浪 再死 又真的是要碰 前期一杠四 然后终于杀了一个人 两炮直接清兵 也有大招 SF现在流行 那种法系 SF就是刷新 A杖的 SF 我个人离子感觉 个人感觉 效果还是不太好的 一般还是前期需要 就是做一个 做点过渡装 比如吹风啊 没啃啊 或者没啃 这一般的SF 不能出了 吹风效果比较好 作为一个过渡装 也可以作为一个进攻装 对于SF 既是一件进攻道具 又是一件保命道具 可以 他杀人也可以用 吹起来 凭借引刀 或者跳刀 直接 拉一个 就放一个满大 这个伤害是非常恐怖的 这边准备杀链金 但是难度太高 还是选择刷钱吧 没必一如既往接着刷 你马上就要有吹风了 14分钟才吹风 算是一个相当穷的SF了 SF这英雄 抢套里刷钱是 非常非常快的 刷钱快就导致 他出装备速度就会比较快 14分钟吹风 确实对于一个中单 三副有点慢了 但没必前击确实不顺 被白牛跟小鹿游的不要不要的 其实这版本理解 有些人问说 李子新版本的补丁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个人感觉 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补丁 为什么 末日 兽王 凤凰 这种英雄 确实有点太强了 末日的冷却时间 增加了末日的大招冷却时间 然后毕章这个道具 最近也是被一些冲脸肉合 用的太过于频繁 所以兵马也会被削弱 伤害从40秒削弱 40点每秒伤害提高到45点 其实还行吧 连你这边冰魂一个大 再两炮三炮 毁灭三连 这应该是给自己制宝加分的 然后兽王是削弱比较大 然后上版本削弱 一样兽王 小猪不再对于BKB的 有效果 但是发现兽王还是 这版本能达到70%胜率 半选经常是一般一选 非常阴吧 所以说直接把兽王的 豪处攻击力降低 然后野心不暗的 就是木卡消耗也是增加 所以说这个版本改动 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合理的 凤凰的那个烈日 烈日桌 烈日交考 那个视角烈日交考吧 冷却时间也从20秒 提升至26秒 其实我个人感觉都是一些平衡 然后赏金也被削弱 一二级的赏金标记 是比过去弱了 三级还是一样的 莱恩也被削弱 技术智力减二 所以说这些东西 对土猫也被削弱 肯定也是滚的 滚的减速效果 从横定两秒到1.2的增加 所以说这些东西 也是兵马正常一个改动 也在理解之中 因为这个版本 估计就是一个 最终TI成型的版本了 确实就是一个 TI成型的版本了 所以说还是挺期待 中国战队赶紧研究 也不叫很多人说 削弱牛逼 其实还好吧 也不算是完全削弱 因为大家条件都是一样的 你这样 你用的是这英雄 我也是一样 所以说 效果都还 都是差不多的 还是希望中国战队早适应 因为你抱怨 说老说也没什么用 还不是索性 还不是打好自己的 这边经过一段刷钱 时期SF的经济已经非常非常的肥 经济非常好 已经刷到全场第二 跟得住链接 这段时间稳健刷钱 而且并且打了几国收割 效果还可以的 这边把小路吹起来 吹啊 这不吹吗 这边大球一个财 那SF是两炮 还是被A死 这边再度拉扯 小萨特一出击波 这边直接要大 打PA 一炮两炮 再来一巴掌 但miss了 一巴掌 A死 PA虽然B走 但是攻击弹道效果已经出来了 这边呢 也不敢太浪 一压 哎呀 这边飙瘩了 吹风躲一压 这一局跑银线 水道 再一炮银压 但SF4也要被在这里炸死了 哎呀 有点可惜 操作其实已经算到位了 但是刀也关键车也买得出来 这边眼方 小亏 天荤还是转 可以从经济上分析 转了 看转了 因为他们经济是落后的 所以说 总理来说能接受 这边上 冰冰队我走到这位置 在角落里面瑟瑟发抖 练进还没有回药吗 肯定要有了 我感觉看冰杆掉血 练进前期发育还可以 毕竟有队友一直在持续帮 SF精力能咬住练进 这样子他们就有的打 他们的骷髅王精力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这样子在天文汪看似前期很烈 其实绝对是能打的 SF接着开启自己狂暴杀之旅 然后做了一个引刀 引刀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这版本挺适合SF的 个人感觉SF这版本由于A帐增强 可以到后面补一个 前面补基本上用场不是特别大 我骷髅王没大吗 这波 还几个没劈死 有点可惜 炸一下但是不太好杀吧 一个粉洒出来 咱们大引刀 有大招的 可以在后排放个英格大 找大牛 一炮两炮 引压那炮好像伤害 就引压那巴掌 也就引刀那巴掌没拍出来 天荤上海 正受到攻击 天荤上海 P他 和P火动炼金直接选择拆击上路外塔 然后SF引刀过来 看能不能直接摇个大漂亮 完美预判到P的走位 这边直接拍死 吹风吹起来 再杀炼金 有技能啊 一巴掌 啊呦完成一波双杀 没比这波操作非常亮眼 然后他这一波直接大银刀就快好了 基尼非常非常飞 大银刀已经好了 杀了一波炼金 直接让自己基尼起飞 大银刀主要这版本确实加属性 挺摄爱的 我应该加很多属性 输点所有权属性还挺厉害的 直接给大 一巴让一下两下 哎 黄色一个标已经标到了 过来一巴让两巴让三巴让 白牛这里被吹风断一手 再一个银压直接压死 就用吹风效果非常好 直接把白牛留到原地 然后击杀 SF看来吹风真的是一个比较 切合度比较高的造军 所以说这版本 为什么好多人求SF 就是看他出方位 确实显得略显迷茫 很多朋友不知道出什么 所以这样比赛也是给大家做一个SF 大银刀效果 但是谁也杀不掉 比赛禅到二元 我 这个要抢杀吗 真杀了 有口魔棒 关键说有口魔棒 但是一标还是要死 利用自己大招伤害 让看骷髅王能够完成一波收割 好像骷髅王有回音 骷髅王出的是回音刀 而且骷髅王也不算穷 所以这样比赛天黑帮并没有那么难打 感觉局面上还可以 对面只有莲宁肥 电筋这英雄飞起来 中期比较强 但打到大武器确实比较难 A也是一只黄昏出弓 人都上天 所以你看A经典也非常好 电筋马上下一大战就要做一仗 这边有有PA 所以说他直接选择做金箍棒 其实SF原来就是如果正常局势下 金箍棒是没有这么着急的 这样比赛有有PA 所以SF TPA打输出时候比较恶心 而且又有灰耀的miss 所以说这两个集合体做MKB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做金箍棒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说有时候你看大神王 有时候你感觉学不到东西 他操作比你好 但是你可以学习他的装备 以及对局势的理解 就是你可以想想 就比如说你暂停一下 然后你看SF现在干什么 团战输了 你暂停一下 看SF 你想想SF下一步的动向 然后想明白了 看这个职业小手跟你做的是一样吗 然后慢慢就是再想想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会选择那么做 分析一般你看这些职业选手 分其实都比你高的 一般打都是比你好的 所以说多看看人家大神王的录像 有助于提高自己的 不要老觉得 不要老觉得觉得高不可攀 离子这并不是安利我的视频 我要这么安利 并不是说看离子的视频 学这些职业玩家怎么打 你就能变得更强 其实刀的还是说白了 还是一个动脑子游戏 离子不是安利 离子要安利直说 本期零食物有活动 大家可以快来看看 想要弄钩吗 想要剑鱼吗 想要五百机想五百吗 赶紧下单消费 然后离子即可参加抽点 然后到时候给你抽出一些新衣的东西 这边白牛又撞SF了 哎呦 小鹿直接死了感觉 确实直接死了 这边一抓SF也得起了 也盯在SF 这个游戏的难挂了 这波天王完美打赢 骷髅王也是 在这版本中 其实婚姻之刃是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好的道具 主要打人有减速 特别适合像斯文啊 骷髅王这样的出 我个人感觉 从小部分意义上来说 已经有点代替双刀的作用 像过去斯文啊骷髅王 都是很喜欢出双刀的 骷髅王倒是对双刀要求一般 斯文是非常喜欢出双刀的 然后自己刷钱变得比较快 而现在这版本 由于双刀比回音贵了 还是贵了不少的 基本上双刀 双刀25分钟双刀BKB跳刀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 把这强势器拖的更早 就20分钟基本就能 就是回音之刃支配 然后加上BKB跳刀 20多一分钟就可以做到这个装备 做到这个装备以后 可以迅速的 迅速的杀人 然后直接开始精力碾压 然后导致就是获得自己的胜利 斯文这英雄打到后面是拖不起的 是一个伪后期 因为他这种英雄说实话 比较依赖BKB 真正的大核是不依赖BKB的 大家一定要记录这句话 我靠 这个要是一个宗斯大 小鹿死了呢 我怎么感觉 哎呦 小鹿这得撑血 不撑血 被这一反吸道 没死 还是运气比较好 主要小鹿血确实少 这边找到莲尼了 莲尼要去打野 看看机会有没有 这里TP 吹风追起来 一个要大 直接打莲尼 但是莲尼比较肉 啊 链金PA也是过来了 但周四也在旁边 给套技能 打一套链金 不太好伤 链金还是比较肉的 当然刚才他也开一招了 跳锤 SF大影刀 直接进掉大牛的被动 打到这个局面 其实 天人帮就已经比较好打 双根都比较肥 对边 链金也是装备 虽然领先 但是 没有形成碾压 这是 链金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形成不了碾压 只是打到后面 其实是越打越弱的 他一定要抓入自己无敌 那段时间 链金现在主力 主要 主要玩法就是 然后刷钱 刷钱 刷钱 刷到25 现在由于分身 不强过去了 刷到30分钟 有灰耀 分身 灵动心 必章 戴刃甲 那波甚至有吸法 然后那波6格的时候 可以刷到一个小6格 那波是一定要抓住 那个强势器的 追着对面打 一旦拖到后期 其实是有点疲软的 SF这波太激进了 感觉自己要死了 没必 这场其实几波打 都有点随意 SF这英雄 切记 不要老死 一旦死多了 就容易伤 SF这英雄 真的不能老死了 宙斯也被切死了 面对对面的冲脸 其实办法不多 哎呀 正面完全崩 骷髅王 独特要被冲 第二场命令 SF 真是没必带出来的团队 团面 这个处理并不好 这个处理真的不好 处理了 有点失败 感觉 这场比赛 打的稍微有点随意 看到后期 有没有什么精彩表现 前击死了八回 其实死有点多了 SF这种英雄 千万不要老死 一死多了 就挺容易崩盘的 SF接着刷天 也是先把 先把自己MKB刷出来 然后他再想下一步 怎么做 其实这种是正确的 SF前击基本上由于 这英雄装备不碾压 打到后面是很弱的 所以说 他现在正面 就是基本上以刷尖为主 打团也是争取多收割 千万不要盲目的干 你要干多了 装备起不来 SF这英雄 其实是 挺没用的 页眼中塔 正受到攻击 所以说大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喜欢 求这个英雄 这英雄 真的不是特别强 李子 这边用了几把 这边基本上都输了 两爆清兵 发挥你 ELE强的优势 然后把装备刷到碾压 老年 其实是现在所有天梯分中最高的队伍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也挺怪的 就是天天拿Miracle的天梯分说数 然后说话 就说天梯分高就是强 就把老年现在成了国内分 平均分最高的 应该是将近8000分的一支队伍 结果又被大家说鱼 老年最近表现还可以的 真的不算烂 PABKB 但是SF也有了金箍棒 打PA效果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骷髅装备也是还可以 所以说 现在PA的装备相对来说就是刺激点 练进已经到达了自己 慢慢到达自己最强势时期 灰耀玲瓏心 然后他们应该下单一件 打算做吸把的 做完吸把以后 他就要抓住自己的强势期了 不停的进行推进 所以说SF在这段时间内 必须要刷出关键装备 这边SF貌似是TP在CD 所以说他也不着急回去 冰魂有A了 冰魂这个A蛮关键的 可以很好克制炼金 现在这版本克制炼金的方法有几个 一个就是选择的克星A这样的 或者是多帮几帮控服 然后选一些打压能力强的 前期追着炼金打 就容易打出优势 这边有赏金标记 吹风 接大招 直接 我这感觉A上大 这里能秒吗 能秒 直接炸死 哎呦 这一波提的好舒服 这一波直接SF一波起飞 抓死炼金就要推进了 比赛经到31分钟 然后这里再打白牛 但是白牛有认甲 这波不太好伤了 普通王也不要太浪 这要经济方面都是 双方都是差不多的 SF在拍一次 防御塔 下来大家看 他选择什么东西 看下他快捷购买的 他买什么 要买林肯 林肯效果会很好吗 刚感觉做输出会比较好 他可能想觉得 战着活着就是DPS 所以说他选择做一个林肯 保命什么效果也还不错 然后现在又开始准备推起 然后天文帮这个阵容 由于有赏金 所以人头是换得起的 而且人头是领先 所以说局面上来说 也并没有那么难 最近很多人问李子说 对战队各大战队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个人感觉 现在这些战队都差不多 在这个版本的映射下 真的都差距不大 所以说更多是看 战术战术班匹克 以及一些局面处理 连进已经吸法了 这时候就是连进 到达连进比较巅峰时期 我个人感觉这套装备 在30分钟以内做出来 是很无敌的 有的 大家都看过 原来是 合成的 虚担心 受到达连进队 难道 你以为 对战队就热了 分成员 白牛的冲啊 这都是很好的蓬灵的技能 小鹿的减速啊 都还可以消我 TA直接逼你来 这要欺谁 这太难了 常见人家买活 大牛给到技能 TABKB TA这个 充进来真的没意义 感觉是给对方机会的 让练剑自己上来摸塔慢慢摸 等FL活了就走 这个局势打法如果处理 就是如果处理成熟的话是可以的 不妨这种最远距离扔到锤子 残一下 那同时大牛一脚踩 应该接着追 再给个五回 后绝一刀就行 吸取我的教训 SF基本上飞三路到处疯光刷 一直在刷钱 其实这种英雄视频真的 我一直觉得不会特别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就是喜欢看 想学习下新版本SF玩法 毕竟SF是刀的里面 从刀的一玩家过来的 一般都对SF有特殊的感情 其实我一直觉得刀的一那个SF 比刀的二要帅好过 刀的二这个有质保还行 没质保真是难看 黑不溜球一团 刷钱刷钱刷钱再刷钱 这英雄就要打装命碰压 然后他吓的叫还是要选择做林肯 我刚才看到我以为他打算出一仗 闹白天最后还是不利给林肯 这边库罗王被白牛断 但是库罗王并不是特别虚白牛 赏金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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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金每次一吃吃赏牛厨 他就会这么说 赏金滚滚来 艳芳真的不着急吗 就让联金这样一直带吗 其实我感觉这个装备联金 配合推正面也比较无敌了 又有GTB了 装备也是 已经在就是 练进什么时候装备开始走下部落 就是他的战斗力就开始走下部落 就是装备全满的时候 大概最晚也在三十三四分钟 基本上装备就会全满了 全满以后 就给队友养一张 然后你慢慢的黄金区 就会越来越越来越落后 因为你回血这个东西 前期是比较阴吧 但是越打到后面是越软的 因为DPS普遍高起来了 所以说越打到后面是越不行的 PA做出了小云锤 其实根本感觉PA在这版本中做小云锤就是做大云锤效果并不好 PA这种英雄讲道里还是需要一点高攻击力的 没有攻击力的PA说老实话用处真的不是很大 然后PA比较吃的属性还是攻击力和攻速 对于肉度来说毕竟是一个切入英雄 你出太肉没什么太大必要 所以说大云锤掀起了这股PA出先锋 然后直接转大晕的套路 李子哥人感觉真的是一般 因为李子那次也做了一个PA视频 还是给大家那句话 意见仅供参考 那场比赛真的是教育意义不高 大云锤明显出什么状态都把对方虐了 就是确实水平有差距 SF最终还是做出了英卡 我两炮青鸣听得非常非常爽 白牛做出了真实宝石 他们觉得局面已经有点烈了 面对这种SF他们处理的办法不多 接着拍然后接着刷 SF就是这种英雄 他虽说英雄嘛 你玩英雄最起码你要了解他的特性扬长臂短 SF这英雄就是特性就是前期在没装备的时候 打压能力比较弱 挺怕肉和充脸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都是可以拿装备解决 他的优点就是AOE相对来说廉价 虽然引压可以说耗膜增加 然后但是比起一般的AOE来说 这个耗膜还是比较良心的 只是Ti5那个版本确实觉得SF太强 所以说这阵也是被缺了好多 这边 这边maybe直接想能TP 然后下来大家要选择一杖 大家可以看看一杖效果 吹回来再拉回来非常非常华丽 感觉屌的屌的飞起 而且实际效果 李子也试了一下 这种法系SF基本上靠大招打爆发的 大招放好了蛮能成神的 大招放不好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崩盘 因为你吃了很多资源和经济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跟很多人认为 这种东西就没想说了 就很多人认为 5个人开黑最菜的应该打C 但是李子认为就是 5个人开黑最菜的那个人一定不能打C 得看你多少分了 你四个六千分带一个五千分 那个五千分打C还可以 但是你要三个四个三千分带一个两千分 那两千分带打C真的是 这样子带我觉得都进去了 没什么希望的 低端低端看大哥高端抗酱油 我还是这句话 低端怎么能给力看大哥 大哥打的好就有可能赢 而高端一点的相对来说 就要看前击酱油的节奏 因为能打到高分局的玩家都不少 都是很强的 诶这边 那您是迷之验BKB 开了BKB 迷之是迷之验货 别比这边接着刷 赏金直接被抓 但是酷王直接近身 回音刀两刀三刀 我装备还不错 这边把片没死吗 吃鸭做服 被踩两个 天津没大招 直接把大牛秒了 一刀两刀 把大牛秒了 一刀两刀 有林肯 所以说并不是很虚 这一拨感觉能打过呢 不太敢追了吗 我感觉这拨并不是很虚吧 大牛刀打白牛 白牛撞一下 然后一刀两刀 哎呦 这是假效果 三刀 掌握一刀 这拨并不是很虚 在这拨并不是很虚 那拨并不是很虚 对 还在这拨并不是很虚 对 详细 不懂事这小鹿 但是人家还想赢的 讲道理打到他就是为了赢 为什么这英雄 为什么最近竞技性那么火 就是竞技性游戏特别火 像什么鹿鹿啊 DOTA2啊 CFGO啊这些游戏特别火 而单机越来越不受欢迎 就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这种竞技的游戏赢了会很爽 而且还能跟队友朋友啊 互相线下开黑啊 或线上一块玩 促进一下感情 不要你天天玩单机 你只能跟NPC促进感情 所以这也是个很大 很很很关键的东西 做出了A杖 宝石应该是要交给队友的 这边SF接着 继续刷野区刷线 然后下大剑也是往蝴蝶走 A杖2SF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华丽的使用方法了 大招就是放出去一回收回来一回增加魂的上限 增加6点魂的上限 过去就是36变成42 魂更多了 也比国际伤害更高了 看过那种出刷新A杖的法系一波 但是效果只能说一般 像Maybee这种就是基本是一套魂装 然后吹风 林肯两件保命装 大引刀也算半个保命装 然后A杖称属性 这个SF非常非常肉 2800多的血 然后最后大家补一个蝴蝶 效果非常非常好 把吹风卖了 出了蝴蝶 效果就会很棒 所以说这个SF虽然前期死了比较多 但是中期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得说 Maybee得透关自己英雄师 光会玩SF不够的 这般买SF真的不强 对面也开悟了 周四大没看见 没能开到视野 周四大这一波 没开到视野 所以说双方都要小心一点 有可能直接会撞悟的 比赛进到43分钟 经济方面应该是先放这边一点 两百年 这里来找大牛 大牛踩一雕 这边能不能杀掉 撞一下 我靠 一刀就拔了 哎呦 SF 死前放出那个大将 能拼到联系树上 骷髅王在这疯狂砍人 骷髅王完整一波三杀 SF可以说死前把自己能打输都打满了 尽力了 然后让骷髅王完整一波收割 不要太开心了 骷髅王这一波一波起飞 可以说非常非常好 骷髅王下大将也打出做BKB 他在这边放风声技能有点多 骷髅做BKB也输正常 BKB的减速 小鹿的减速 我给您的炸 白牛的冲 都是比较能干扰他的速度的 这不好杀雷 这怎么为什么感觉 骷髅王有大招 但是能不能走 点一个鸡赶紧撤 该跑就跑了 我靠小鹿飘要有点疼啊 重次吹一下 好 一眼上把他 正受到攻击 对最近 最近有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有H7女了 河北省恒瑞是发现的 因为我那天因为我丈夫要住院 我媳妇还在医院待了两天 然后后来听他们说 感染一个H7女有患者 约诊了 所以说好像说跟那个医院有关系 人家都被割离了 就是接触过这个医院的 前面都被割离了 这波团战一打完 感觉天安王优势 你慢慢出来了 因为天安王一直人都领先的 而且他们 他们又有赏金 BGB点起来 还在乎去自己 但是游王在这里 怎么死掉 大招 捡个错 收过来 但是杀不掉 还是杀不了 我住宿在后面阴了一手 但是自己在这里能跑吗 是 与你同在 现在比赛节奏比过去要缓慢很多 基本上属于那种八把膀胱局 所以说现在对于选手的彷徨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样过去打比赛技术好就行 现在可不行 现在得彷徨牛逼 经常有彷徨局 那天听说大妈也是因为打直播 本来他小人还有一个半小时才能直播的 就才能打比赛 所以说他就去打了一场直播 就直播以后 时间非常非常长 他们队友有彷徨收割 彷徨收割者 一个小大家 然后那样比赛打了非常非常长时间 十人等了一个 所以说大家后来给大妈评价 也真傲娇 其实我觉得 我说虽然我也蛮喜欢大妈的 但是我还是得说 这件事大妈办的真不对 中国电竞一定要注意时间 电竞想走向正规的 像你看世界杯 说六点开球 有过六点十分开球了 从来没有 这就是一个正规体育赛 是NBA说几点入场 几点开始 就是几点开始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 TI威慑办事还是比较靠谱 他们的时间就卡的非常好 基本上就说 比如说半夜两点 我半夜两点睡觉 然后我想看早上三点那场 就是比如说 我就是半夜两点 我想看半夜三点那场比赛 然后比如说中国战队的 我提前睡会儿 然后三点起来 基本上看到都是那场比赛 所以说时间还比较卡 比较准的 中国电竞真的不能做好吗 我觉得你把助台的 提前配两套机器出来 然后一套选手条 然后就直接接上就可以参加比赛 不行吗 当然是可以的 在后一边 也就用这个大招 但是对面已经拿到盾了 这样不好吗 你让真的是电竞直播 还有做事 真的是要要注重自己的 就是要要要有点时间概念 所以大妈那次 虽然我是大妈粉 但是我还是得说 办的事并不是很靠谱 这边按错了 怎么按了个提皮 按了个飞鞋 我还是得说 大妈这事办的不靠谱 也就是对吧 大妈呀 也不叫对吧 对吧就是开玩笑 现在好多人给他起个 傲娇小公主 傲娇公主 就证明粉丝还是喜欢大妈 你这时候要放在什么 大B神RTK这种黑的比较多的 肯定是说 妈一老卖老 又老B 打比赛还不重要时间 他们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你要是新人 不学不练 他妈操坟起不来 他妈的 觉得自己是最屌的 成年没有装他妈最屌的 反正就是 也就是只有大妈狗哥 这种老好人 黑的人少的人 也才能干这种事 才不会喷的 一般都要背负 这把SF刷蝴蝶 以伏蝶已经比较 已经好了 直接弄抢一看 SF毫不客气 讲到装备应该已经不错了 你看 推棒 A杖点击手 飞鞋 我靠 这个精力 蛮爆炸的 说老实话 挺爆炸的 真的挺爆炸的 最多这件事 我们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 职业选手对于 时间的观念都不是特别强 然后对于比赛 如果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Ti的邀请赛 或者Ti的特技 就是小Ti 就是几节特技赛 春季赛 冬季赛 秋季赛 这种 就是时间一超 就直接给他判复 你看他就应该吃到概念 就大大减少 所以说这种制度 都是人定出来的 一定要尊重制度才能成为一名好电竞行业才能规范 将来才有可能上正规传统媒体 如CTV CTV那个比赛让我觉得还是挺伤感的 我以为中国这次电竞没准真的要走上台面了 就貌似后来听人说 我不能随机的直播 谁听网络电视 去你娘子 你妈网络电视 那你妈跟斗鱼 火猫啊 什么这种 还有什么战旗啊 这种有什么区别吗 熊猫 有什么区别吗 对吧 这部SF疯狂拍他 对拆帽子 还不够SF输入好 不定SF 只能拍这种直接剃 这边大牛踩一脚 想留人 SF直接拍大牛 我这一会换一路 我这几个队友都回去了 然后这边打算直接一拨了 这个响的有点多吧 直接过来看雷鸡 雷鸡应该是要死 还有大小龙好疼 一刀A4 一个大招直接把雷鸡给扎死 雷鸡是不能买活的 那这一波又成一波 一下就出来了 切宙斯 宙斯为打晕接大晕 但是自己在这里 把盾打出来 然后直接一个摇大 一二三 大直接鸡 呃 又 真是惨 这让人大招的特效 已经完美的增益转 46 46个能量 加10点能量 加10点能量 我的机缘加8点呢 加魂 显示 这一招 这一招 买活 但是感觉用处并不大 SF装备现在已经比较碾压了 可以吃音乐之精了 的确是已经把音乐之精吹下来了 因为装备也是跟不动了 SF经济能一直快要咬着反超链金达到全场第一名 我觉得挺可怕的 罗列宁还是买活力次 罗列宁还是买活力次 这招高地R宝上 所以他们选择 应该不会放弃 他们这时候 正是强的时候 中斯老S键 我老以为他放大了 中斯又S了 这中斯玩心很重 一直特效里面就听见卡一声卡一声 骷髅王做出了大运锤 然后应该是你强 现在其实说实话力量型 用出大运锤效果要好 米英挺难的 因为力量型用好多 都是你看这版本流行的小鱼 偷属性啊 小鱼是敏捷 然后小狗这种的 都是那种攻击带特效的 两波也 哎呦说我开心 还想再拉一波 但是刚刚感觉应该是 拉不到了 拉了一点晚 没炸到 这一波他们还是选择上高 因为SF的经济已经反超了 链接三万五千块钱的经济 非常非常的飞 他这波又一波满活飞 看见满活状态打到这种情况下 残战总和其实运势已经不大了 开始看满活状态 SF是有飞的 链接是没飞 就是链接是没买的 SF有买的 所以说这波感觉天文方凭借几个满活 应该是能打赢 双大哥都没有买活 所以说就是都有买活 看看下还是一波团的事儿 这波团谁能赢了 说老实话就解决问题了 这波SF貌似直接要选择飞中了 看看他们要推中 看效果好不好 队友都集结过来 这边直接拍链接 一巴掌两巴掌三巴掌 链接感觉要死 哎呦 这SF 没逼直接开大 但是摇不出来大 摇出来了 哇靠 这个摇出来了 太爆炸了 一波制造量 把一波大招治疗 直接给制回来了 打回来了 有林肯也比较自信 直接回来拍他 这样比赛 没逼要那个大名摇出来 局势就未可知了 就摇出来了 摇出来就回前面地了 哎呦 练进也死了 这感觉一波了 练进买不活的 天爷买不活一波了 靠大牛很难守住的 这边中路高地直接被开 想不想一波 跳锤大牛 一巴掌两巴掌三巴掌 直接开始 再次 最终三路超级病 一波天王直接恩死了 燕方 非常非常漂亮 一场比赛 然后也给大家 可以学习一下 到底SF应该怎么打 这场比赛 就是说很完美一场 但是SF最近这个英雄 真的太弱了 所有的骗玩家 在意的骗玩家 都 除了没运以外 打打 但我家人基本都没打完 SF 好 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比赛编号放松给大家 到时候有兴趣的 都可以去下载一下 看一看 你也是我一零书地址 离子吃我的头 在创码 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转转 最近有新鲜好吃零食 以及各种送龙沟 炙龙沟 箭语 以及500级红本的小福利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比赛编号在这里 2377573637